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由津津乐道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和喜马拉雅联合制作的特别播客节目 英国漫游记 我们在节目中将和大家一起讨论并分享有关英国文化 旅游 留学等相关内容 好了 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我是Summer 津津乐道的播客主播之一 今天还有来自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Sara Mann 大家好 感谢收听英国漫游的第二集来了 嘿Summer 很高兴又见到你 我们今天将讨论另外一个中国人非常感兴趣的英国话题 英国留学 英国的教育非常的出名 没有非常多著名的大学 比如建桥大学和牛津大学 这两所大学是英国非常著名及有代表性的大学 你说的对啊 他们当然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 在很多学科上 他们都是英国最好的大学 除此之外 在爱丁堡 伦敦 布里斯托尔 曼彻塞斯和利兹 还有很多优秀的世界一流大学 那为什么牛津和建桥如此之出名呢 我觉得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坐落于风景特别优美的城市 英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 作家和政界人士都毕业于这两所大学 江湖上把建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统称为一个单词 Oxbridge 对 你说的对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提到Oxbridge牛津的时候以为它是同一个地方 其实不是 这是两个不同的城市 我还没有机会去上建桥大学或者牛津大学 但是如果我要去英国旅游的话 我会找个机会去参观一下这两所非常著名的大学 Sara 你有关于这两所大学比较特别的东西跟我们分享吗 当我们谈起牛津和建桥的时候 谈资甚多 首先呢 它们都是非常古老的历史名城 很多城市都是在大学的周边发展起来的 这些大学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那边破土 新工了 它们真的是风景优美 从大学的运作方式来说 更多采用的是学院系统的运作方式 那大多呢 都有30多所学院 有些地方可能还更多一些 这些学院对学生来说呢 就像他们在学校的家一样 一方面来说呢 它是一个非常成熟 非常严肃的学术殿堂 另一方面呢 也有着浓厚的校园氛围 所以当你去到各个城市的时候会发现 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建筑群 中间包括了学生居住的地方 学生上课的地方 还有教授们居住的住宅区 有些地方呢 还有非常宏伟的食堂 这些建筑都非常的优美 这些建筑很多都是在很久以前建造的 那么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建筑群之间的结构非常的紧凑 所以当你去到任何一个城市 去那边走一走了解到大学情况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带一张地图 然后步行距离就可以去探访这些城市了 很多大学都会敞开大门让你进去参观一下 特别是恰逢学校放假的时候去 那是最棒的时候了 对了 你知道徐志摩吗 这是一位去过剑桥的诗人吗 我记得有一块大石头上好像刻着他的一首诗 对吧 他是中国一位非常著名的自由派的中国诗人 同时呢 我们对他的爱情故事也非常的熟悉 《在别康桥》是他的代表作 对 你这么说我就更清楚了这之间的关联了 你能多给我分享一些关于这首诗的信息吗 我是可以啊 但是这首诗它其实非常的只可意会吧 很难直接把它从中文翻成英文 没关系 你用中文说就好了 好 那我试一下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是正确的话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大致就是这两句 那这是一首很短的诗啊 这应该在中国很常见吧 我刚刚念的这两句是这首诗最精华的部分 因为它表述的是诗人当时的一种 心情 同时它比较抽象 所以它真的很难直接翻译成英文 我觉得这首诗是表达了 当你离开自己喜欢的地方的时候 内心的惆怅挺有意思的 那我希望在今天对谈结束之后 再去多了解一下这首诗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去参观剑桥大学的最佳方式吗 因为刚刚有提到 其实剑桥大学还挺大的 你问的问题意思是说 到那里交通最好的方式 还是说去参观这个地方最好的方式呢 进去参观的最佳的一个方式 好吧 其实一旦你抵达剑桥 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坐火车 或者是公共汽车去 它坐落在伦敦的东北部 我个人的偏好呢 是当你到达像剑桥这样的城市之后呢 不妨四处走走 其实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 就是康河之上的桥 所以你不妨走上去 站在桥上 从河的角度去观赏这座城市 会是一个独特的风景 通过步行 那会不会非常的累啊 这启决于你自己走路的习惯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并不像你在广州 或者是上海散步要走那么远 更像是在一个购物中心里散步 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累了 但是在这边有很多不错的茶馆和酒吧 可以稍事休息 我个人感觉是 只要你时间够的话 步行是最好的参观方式 这里还有一种特色的船 叫做称号船 在牛津和剑桥非常的著名 这是一种传统的船 造型看起来像独木舟 是一个造型比较平坦的船 它呢是会在浅浅的浮在水中 需要你用一根长长的足蒿呢 去推动这艘船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很容易 你可以租一艘船 然后自己来划 也可以请一位船夫 让别人为你加船 我觉得这是游览城市 非常好的方式 让人感觉到内心的安静和祥和 我觉得刚刚你提到的方式 可能是更方便于我们去欣赏建桥大学 那里有很多非常著名的一些桥 就像那个数学大桥和碳溪桥 对我都忘了题了 你说的对 我记得我在那边参观的时候也见过 我记得如果是坐船的话 船夫会在沿途中去跟你分享 每个学院以及这个桥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这个体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说的对 因为有这么多才华横溢的人来到这里上大学 而且这里有着数百年的历史 见证了那么多的史上第一次 我倒不太记得关于数学桥的具体故事了 但我深深地记得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座桥的时候 那种震撼的感觉 Sarah建议如果我们去参观的话 我们可以就是随意地去走走去逛一逛 但是如果你要撑船的话 我记得可能是45分钟一个来回 是的差不多 对了顺便问一句 进入剑桥大学是不是需要买门票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牛津会剑桥都不是说你买票就可以进去了 因为作为一个大学 它并不存在封闭的校区 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政策 有些学院会让你免费进去参观 有些可能会收取门票 有一些在学生上学期间根本就不会让你进去 而在夏天或者是圣诞节假期的时候去参观 倒不失为一个合适的时机 那个时候学生们都放假了 你进去可以看到更多的学院 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 可是有的时候当你去到大学 然后看到学生们在四处闲逛 倒也不失为一种风味 所以这两种参访方式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了 有一些学院会收取一些费用 所以如果我们如果要去那边的话 可能比较明智的方式是先查看网站 以及你所想要去参观的不同的学院 因为不同的学院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参观时间与规定 有些要门票 有些不要门票 要注意这个时间 我觉得这绝对是明智之举 尤其是如果你想去看看哈利波特的拍摄地 那一定要提前查看 因为有可能有些时候是不开放的 Sara刚刚有提到了哈利波特的拍摄地 那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去那参观的一些建议吗 其实我也没有详细的信息 我得承认我也没去过这些景点 电影《哈利波特》是在牛津而飞剑桥拍摄的 从伦敦去剑桥其实挺方便的 去牛津也不是难事 我记得它是在基督教会学院拍摄的 这个学院是牛津最著名的学院之一 从火车站过去很容易 即便不行也可以抵达 但是你得先查看一下网站 确认一下它的开放时间 我不确定 但我想他们有可能会要收取入场费 因为从电影在这边拍摄以来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别受欢迎的旅游热门景点 我相信许多中国人一定会去哪里的 很好 它确实是特别受欢迎的景点 说到英国留学 其实很多中国人会去选择英国留学 我之前也有这样的打算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暂时推迟 但是我之前做过很多功课 而且我之后我觉得我还是会去的 Sara你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英国留学的一个总体情况吗 同时能够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大致的介绍 好 我尽力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非常自豪地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么多人 愿意来英国大学学习 在英国学习有一大优点 就是学生的群体非常的多元化 几乎每一所大学都会有来自于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 英国的系统大多是三年制的本科学位 而且学科设置非常的结构清晰合理 通常是由大学来主导的 那么以硕士学位为例 无论是理科还是文科 学制都是一年 而博士学位一般需要三年或四年 当然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可以花两年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硕士学位 也可以花七年的时间完成博士学位 本科学位通常会是需要四年的时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交换身项目 那么它的时间会稍微的短一点 也有一些在其他国家举办的学位项目 通常来说都非常重视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 特别是博士学位 尤为重视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非常的清晰 自己想要学到什么 然后才能够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教学和学习的资源 那我们还有一种相对于研究型硕士学位的教学项目 叫做TAUGHT Master Degree 也就是授课型硕士项目 通常这些项目会要求你非常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 那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最大化学习的效果 并且有着丰硕的学习体验 当然了一个耗时比较短的学习学习项目 使它的耗时比较短 意味着你不需要消耗职业生涯的太多时间 相对起来更为方便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英国学生的多样性 以及英国大学总是能吸引到全世界最优秀的学者 这确实是我们特别引以为傲的资本 比如说你在这边攻读学位 想象一下 你的同学中有20个或30个人 它们分别来自于15个或者是2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这样一个丰富多元的环境 会让你的人生体验也变得更加的丰富 除此之外 在就学期间你旅居在英国 我们之前也谈过英国的旅游业 以及你在英国可以领略到的种种美好 对我来说 那些想去英国学习的人 通常都希望通过学习 能够体会到在异国他乡更为丰富和广泛的体验 在学习期间你可以去探索不同的历史文化 而且英国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非常的开放和欢迎 无论你是在真正的大都市里上学 还是在某一个地方的小校园 甚至是乡村校去学习 你都会感受到包容开放的氛围 人们在这里会觉得自己是很受当地的社区欢迎的 当地人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国际学生安顿下来 并且好好享受他们在这里的读书时光 太好了 然后我额外补充一点 对我来说 我觉得英国留学的学费 它比较合理 如果跟在中国的一些MBA项目相比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你这么说到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你所在的国家吧 因为有一些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人 向我抱怨说 这个英国的物价可能太贵了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 相对于我们的教学品质和留学体验来说 都是物有所值的 接下去我想问一些更具体一点的问题 Sara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英国留学的一些政策吗 基础的条件 以及一些额外的一些附加的一些条件 至于说在英国上大学需要满足哪些要求呢 一般来讲 英国政府是否会颁发留学签证 主要取决于大学是否接受您的申请 如果说有一所大学它有留学的名额 同时你也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学费 一般来讲 签证过程是很简单的 要获得大学的留学名额 你需要能证明自己的学历 这个取决于你在中国或者是其他地方 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你需要去证明自己达到了一定的学术水平 除此之外呢 还需要通过英语语言的测试 比如说英国文化教育处组织的第二语言测试 通过这个测试达到一定分数 才能证明你具备用英语进行学习的能力 这个是个必须要求 因为如果你的语言能力不过关 那留学的收益恐怕也不会太大 除此之外 你还要能够支付自己的课程费用 在申请英国大学的过程中 你要根据自己想要休息的课程 来证明自己拥有该领域相关的经验 有在该领域进行学习所需要的兴趣和热情 以及未来能够在该领域工作并为之做出贡献 那对于学生而言 除了学习以外 我们还很注重全面发展的个性 比如说除了做好自己学生的本分呢 英国大学还非常注重作为一个学生 你的领导能力和其他的技能 包括你是否热衷于社区工作 是否能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 如果你喜欢参加体育运动 愿意去进行参与夏令营 这也是英国大学非常重视的品质 除此之外 还有学生的冒险精神 或者你在社区中心来做志愿者 慷慨地去帮助那些比你不幸的人 这些在英国大学眼中都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因为这证明你作为一个学生 不仅能学到知识和技能 还能在这段留学经历中获得更多 而且还要补充的一点 就是学校所期待学生具有的品质 同时也跟他们具体想要休息的学位是相关的 非常好的建议 我想我们可以要有更多的一些社会实践的活动 太好了 那如何去申请呢 当然了 根据您具体想去留学的地区 以及您来自于世界上哪个国家 那留学申请的流程会略有不同 国际学生的申请流程和英国学生的申请流程也略有不同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建议您去到自己想要去申请的大学网页 上面呢能获取更多更详实的信息 通常在这些网页上都有非常明确的 关于如何申请的说明 我们在英国呢 有一个称为大学学院录取系统的系统 这个系统在英文中简称为U-Cuff 我们英国人习惯这样叫它 那么如果申请本科学位的话 除了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本科学位 英国的学生必须通过英国系统来进行申请 他们会通过这个系统进行申请 对于来自于海外的本科生而言 有的大学会要求你通过上述这个系统进行申请 有的大学则可以说 你可以直接来我们大学申请 所以你首先要弄清楚就是 对于你的梦中倾校 它对于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如果你直接向大学提出申请 他们的网站上往往有一套详细的标准 其中包括了你的本科学位 硕士学位 你的推荐信 您的个人乘数 个人乘数呢 可以体现出你对于学科的兴趣 你个人的理想和未来的愿景 也可以让学校更好地了解你是谁 你取得了什么样的学术成绩 那么上述的信息都可以通过 大学网站上的电子系统进行发送 所有的大学都会有非常明确的建议 告诉你如何去申请你想要的学位 我选择在英国留学 其实有非常多的选择 以及英国有非常多好的学校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 我觉得它的确有太多太多的信息要去查 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他们会选择中介代理机构去做这个申请 但正如刚刚Sara提到的 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可以去自己完成这件事情 通过去查一些学校的网站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坦白讲 我也不确定一个留学中介机构 到底能为你提供多少帮助 因为作为一个中介机构 他们其实无法帮你判断 哪一所大学是最适合于你的 不仅对于中国人 对于英国人来说 有的时候信息过载 也未见得是一件好事 我记得当年我申请大学的时候 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去读招生说明 大量的纸质文本的阅读 然后才去决定了 去哪里攻读我的硕士学位 在这个过程中 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阅读 去思考 你要弄清楚你是谁 你想从大学里获得什么 其实到了最后申请的部分 是最容易的部分 最为艰难的是在申请之前 你先要理清自己的思绪 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以及应该去到哪里 你说的非常的有道理 还有一个问题 我就是刚刚有提到 关于生活费 其实相对于在英国来说 也不算特别便宜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些 奖学金的一些项目 其实有很多奖学金项目 可供选择 你可能得花点时间 才能搜集到所有有效的信息 包括一些大学的网站 官方的网站上 都会有关于不同奖学金的信息 不同的大学会提供 不同类型的奖学金 而且提供的方式也有所差异 所以你可能得花一点时间 来进行逼选 在这里我想介绍的是 智奋领奖学金 这是一项真正享有 盛誉的英国政府的奖学金 其实多年来 它一直在运行之中 而且今天来谈谈 智奋领奖学金 也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时刻 为什么呢 因为恰逢我们智奋领奖学金 40周年的纪念 那对于中国的学生而言 智奋领奖学金的颁发 是由中国驻北京大使馆 和各地的领事馆来负责的 这项奖学金呢 是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学生都开放的 英国政府的想法是 把这个奖学金提供给那些 想去英国攻读一年制硕士的学生 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工作经验 我们希望这些人通过这个奖学金 通过在英国的学习 成为各自领域的未来领军者 他们应该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那就是当他们从英国学成回国的时候 能够有效地报效祖国回馈社会 通过这一次学习 他们应该在各自特定的领域 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成长 当他们回到自己的祖国的时候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都应该比过去做得更好 每年我们都会选派中国留学生 去英国留学 比如今年吧 我们就有华南地区五个留学名额 会派送这些留学生到牛津剑桥 等英国最好的大学去读书 那么在这个一年的学期时间内 他们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 都是由我们来负责的 毕业之后 他们就会成为 智奋领奖学金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现在已经有超过 五万五千多名校友 成为了智奋领奖学金的获得者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奖学金项目 帮助学生更好的去报效祖国 也让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 他们在英国所学到的一切 在回到祖国之后 能更好的去促进当地的科学技术发展 或其他方面的完善 对此来说 我们是特别骄傲的 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如果在座各位需要这一方面的信息呢 可以到北京大使馆 或者是我们各地的领事馆 去获取更多的信息 听上去太吸引人了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吗 这个申请的时间段是什么 如果大家对申请有兴趣的话呢 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现在申请的渠道已经开放了 申请的时间段 大概会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截止今年11月左右之前 进行申请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到Chifling.org的网站上 去获取更多的信息 Chifling这个名字呢 是以我们的外长 在英国的官方府邸的名字来命名的 那么所有的相关信息呢 都可以在网站上获得 这个实在是太好了 老实来讲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 类似这样的奖学金 听了Zara的分享 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吸引力 如果我想知道更多的这些信息 我是不是要去关注一些网站 另外我们是不是未来 会有一些线上或线下 关于这个奖学金的一些分享 是的 你在网上都可以找到这些信息 我们有很多关于这个信息的简报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网站上找到解答 通过网上的信息 你可以更好地了解 申请的流程是怎样的 或者也能更多地了解 这样的一个奖学金项目 能为您的职业发展 带来一些什么 好的 那就是要去关注 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网站 对的 然后我想跟你聊一下 英国的食物 就是一旦我们决定 如果要去英国留学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 至少要在英国生活一年嘛 许多朋友其实告诉我 就是英国 基本上就是美食荒漠 所以我也不敢确定 我是不是能活下去 你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 对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真的 我想看看 我能不能在英国的留学的一年期间 生存下去 我完全理解 其实我们英国一直以来 也不是以美食而著称的 但是我很高兴地告诉你 那你上述的说法 绝对是不实的 从传统上来讲 英国的食物 对于那些喜欢亚洲菜的朋友来说 可能感觉有些腻 但是我可以举两个点 来返国上述的说法 首先英国是全世界 多元文化最著名的地方之一 所以你在这里 任何一个英国的城市 你都可以品尝到 世界上各地的美食 比如说我自己体会到川菜呢 就是在伦敦 我自己家附近的一个 叫做四川民俗的川菜店 体会到的味道非常不错 而我最喜欢的越南菜的餐厅呢 则是在伦敦的东部 一个叫做东咖啡的咖啡馆里 体会到的 那么在这里你还能品尝到 黎巴嫩 摩洛哥 泰国 埃塞俄比亚 南非等各地的美食 总而言之 可选的美食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啊 是选择太多了 多样性过于丰富了 即便英国现在本土的食物 也相当不错呀 在英国的普通家庭 也可以烹制印度菜 意大利菜 或者来自于不同国家的菜系 中国菜现在也颇受欢迎 所以你在这边 根本不用担心 吃不到好吃的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英国本土菜 还有很多可供选择 而且说实话 英国菜其实也很美味的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厨界越来越善于创新 那有很多的厨师 是大胆地对于传统的英国菜 进行了改造 使其更加符合 现代时刻的口味 更加的清淡和美味 而且他们非常注重可持续性 也就是说他们会尽量 使用本地的食材进行烹饪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 令人叫绝的新鲜海鲜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英国的鱼和薯条对吧 鱼和薯条是英国 非常著名的一道小吃 这也是因为 本地的海产比较丰富吧 其实我们这边 有非常好的厨师 他们也会用很创新的方式 去烹饪本地鲜美的海鲜 但即便有这样的选择 我们依然会去选择 像鱼和薯条这样的传统菜品 而且我们还会特意选择到 海滩上去品尝鱼和薯条 因为待在室内吃就没这个氛围 只有坐在户外 坐在海滩上 配着醋来吃这个鱼和薯条 才别有风味 所以即便是传统的英国菜 也是非常美味的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觉得很OK啊 您放心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我可以向您担保 去之前我会给您一系列的美食推荐 但是我也向您保证 你应该没有足够的时间 把它们一一品尝完 因为真的有太多选项了 好的 那接下去我想问一下 就是英国的购物 因为我觉得购物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Sara你有什么 你非常推荐的 就是来英国必买的一些纪念品吗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刚才我们谈到食物的时候 您可能也注意到 我推荐的纪念品 清单上大部分都是美食和饮料 我们刚刚谈到了一种叫 法奇牛奶糖的典型 非常的甜美 通常是用奶和糖制作 融化之后呢 制作成块状 口味非常的浓郁 您在德文郡和康沃郡可以买到 如果去到英格兰的南部 去到苏格兰的话呢 就不妨尝试一下 Shot Brad这样一种 苏格兰的网友饼干 我知道你在这儿也能买到 但这个点心的原产地 在苏格兰 在那边买的话 性价比会更好 那还可以买一些 苏格兰的威士忌 去到英格兰的时候呢 不妨尝试一下金酒 可以去到金酒的酿酒厂 参观一下 那参观结束的时候呢 就可以买上一些清酒 也可以在苏格兰买上一些 威士忌作为您的手信 那还可以去到博明汉看看 除此之外呢 在伯恩威尔的 几百利工厂 也值得一去 这是一座小城 我有朋友住在那儿 他说啊 如果风向对的话 你可以闻到 小城的空气里 都是巧克力的香甜 那么你可以去参观一下 巧克力工厂啊 如果还带着孩子的话 这绝对是一个绝佳之选 这些是所有吗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些美食和饮料 都是可选的 那我觉得到底选什么 取决于你自己的个人喜好吧 那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很棒的 也很知名的百货商店 也可以购买到各种纪念品 比如说在弗兰梅森 或者在哈罗德百货 可以购买到各种纪念品 你也可以去到卡内比大街 在这边有很多商店 购买一些非常漂亮的茶具 和漂亮的纪念品 也可以去到像哈姆雷 或者是传统的英国玩具店 在这边可以购买到 传统的英国玩具 或者是哈利波特的周边产品 那大家都会买一些 著名风景点和地标的 微缩纪念品了 比如说像伦敦演啦 大本钟啊 白金汉宫啊之类的 那我觉得像苏格兰的话呢 就不妨选购苏格兰的 Cashmir的羊毛制品 和它的格子尼 除此之外啊 还有很多手工制造的 高级工艺品 例如像珠宝和陶器 我自己呢 是来自于苏格兰南海地区 那我记得当时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啊 就经常去当地的陶瓷工厂 那我记得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叫 Poor Pottery Poor陶瓷 他们会制造特别优美的瓷器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一些描绘的 极为精美的花瓶盘子碗 这些用来做礼物 做手心 都是特别合适的 但我记得 每次都有朋友送 Jelly Cat 这个实在是太可爱了 我非常喜欢 我很多朋友都送给过 我这个东西 对 我也觉得他们特别可爱 我自己的孩子 就有好几个 那在哈姆雷斯玩具店啊 就是一些购买 此类产品的好地方 其实你刚刚还提到了一些茶 我的朋友每次去英国回来都会送给我一些茶 因为它有很多嘛 你有什么比较推荐的口味吗 你觉得是我们在这么多选择中一定要尝试一下的 关于茶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伯爵茶 这是特别传统的英国下午茶 从我的角度来看呢 其实你完全可以选择放奶或者不放奶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还可以加一片柠檬 风味独特 至少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合法 好 太棒了 让我们一起记住Sara的推荐 下次去英国的时候 直接就去买买买 好 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 各位朋友品尝这些美食以后的感受啊 不妨给我一些反馈意见 好的 那Sara 你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如果要去英国的话 必做的一些事情吗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啊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 先去大城市逛一逛 来谈到大城市 可能大部分人是首选伦敦 伦敦是一个很棒的城市 可以去那体验以下四处逛逛 除此之外还有巴斯 巴斯也是一个美丽的文化名城 还有利物浦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最尖端的博物馆 还可以去爱丁堡看城堡 除此之外 还可以去到英国的其他一些大城市 这些城市都各具风味 而且都有着丰富而悠久的 历史文化传统 其次我觉得大家也不妨 去看一些体育赛事 你可以在本地观赏一场足球比赛 或者在公园里玩玩 还可以去到温布尔敦网球赛 或者去英国大厅赛 亦或是去到皇家赛买会 可以选择的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每一个赛事的氛围都独具特色 特别是到了英国的夏天 各种各样的赛事 还有庆典 是可以提供你非常丰富的体验和选择 第三个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我们英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皇室的文化 所以如果您身在伦敦 不妨去看看白金汉宫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城堡 皇家的宅邸 这些都跟皇家之间 有着深厚的渊源 但并不是说只有去到白金汉宫 才能体会到皇室文化的极变 皇室的文化 还可以体现在很多的不同地方 比如说在伦敦 有大片的公共绿地 我们有五个皇家公园 这都是一些公共公园 但都是由皇家来指定为公共公园的 比如说伯金汉宫 它就地处两座公园之间 而圣詹姆斯宫 则是在一家公园的旁边 还有像肯兴顿宫 也是在某一个公园的内部 所以你可以去到这些公园里头 四处逛逛 那么在漫游的过程中 就可以远远地看到皇家宫殿 感觉就好像你在宫殿的周边漫游一样 所有这些设施都是对公众开放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城市漫步 我们英国人日常生活中 很喜欢利用闲夏时光去逛公园 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顺便来品尝一下英国的文化和传统美食 比如说如果您溜达到酒吧 就可以在这里坐下来点一杯啤酒 吃一个派 这就是典型的英式酒吧的午餐 除此之外还可以品尝一下鱼和薯条 记得一定要住在沙滩上吃 这样是最有氛围就有感觉的 这边您可以体会到来自于世界各地不同风味的食品 都在您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 那您还可以在这边四处游览 至少可以看一座城堡 观赏一下宫殿或皇家宅邸 我之前提到过两个组织 分别是国家信托基金会和英国文化遗产组织 他们呢名下管理着很多的资产 您都可以去逛一逛 通过这些地方可以了解到英国能为您带来的丰富多彩的体验 对了我还想问问你打算购物吗 我觉得购物还挺累的 但也没有意思的 尤其是在英国的一些传统的百货商店里逛一逛 哪怕你仅是在食物区买一个面包卷呢 也会觉得颇有收获 因为这些百年老店啊 跟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 还有两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游览方式 我放到最后再来讲 我不知道这个在中国游客中是否是一个常见的选择 我还想建议大家去看一场戏剧 听听音乐会或者是观赏一场芭蕾 比如说去到伦敦那边有丰富多彩的选择 如果你去到莱斯特广场的购票厅的话呢 还能买到半价票 而在其他的一些城市 且不用说大型城市了 哪怕是在一些比较小的城市 他们也有自己的剧院 会有各式剧目正在上演 当然了小城市选择面可能会少一点 但依然可以看到很棒的剧院 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妙的晚上 真是物超所值 特别是去到歌剧院 有各种不同的剧目正在上演 就看你喜欢什么了 最后我也要推荐的是徒步 徒步是我们英国人很喜欢的一种方式 而且我觉得除非你有去过英国的乡间 否则你真的不敢说自己已经体会过真正的应试风景了 我自己的丈夫是个美国人 他就会说英国最奇怪的一点就是 老百姓日常去消磨一个美好周末的方式 居然是会选择出去散步 但这一点在我们英国人中很常见 即便您身处闹市 也会想办法去乡村地区做一个远足徒步 可能是漫步上两英里或者十英里 您可能会选择沿河漫步 或者是在海边随行所欲的漫步 这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 另一方面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英国人非常的爱宠物 所以你可以带上自己的狗去溜达溜达 如果走累的话 可以选择中途停下来 在小酒馆里喝上一杯 也可以在徒步结束之后 再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 如果您对这一方面感兴趣的话 不妨去到国家信托基金的网站上 了解更多关于徒步旅行的信息 除此之外 您可以选择漫步环游 也可以找一条绿荫小径沿途漫步 又可以在田间漫步 但是记得要远离洋群 在这个过程中 您还可以看到成群的马匹 可以看到农庄 您可以体会到 在英国的城市之外 远离城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 看到绿野仙宗的风光 看到大片的森林 通过漫步 可以在城市周边去探访英国 而且可以让您提振精神 好的 这个听起来实在是太棒了 我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马上去英国旅游 那Sara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怎么取得一个 去英国的Visa吗 这个流程其实很简单的 但我给大家建议就是 一旦知道你要做什么之后呢 就尽快左手去做 不要拖拖拉拉 因为事先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那我建议您先去到网站 了解一下自己需要准备哪些文件 然后提交申请 那还会需要100英镑的费用 之后呢 您就可以带上自己所需的各项文件 比如说您的预约信息 证明自己支付能力的文件 还有个人身份的相关文件 总而言之需要哪些文件呢 您可以到网站上去查阅清单 到底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工作 取决于您为什么去英国 那之后呢 您就可以去到签证申请的中心了 提交了之后呢 就可以拿到签证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您想多快出发 如果您的行程特别着急的话 您可以来购买我们的优先服务 当然了 它的费用也会更高一些 现在有些签证中心会提供一种 叫超级优先签证服务 这意味着 你在提交了申请材料之后的第二天 就可以拿到签证结果了 当然除了100英镑的标准费用之外呢 您还需要额外支付956英镑 虽然有点贵 但是效率会高很多 因为正常流程 您是需要三周才能拿到签证的 但是如果走我们的超级优先签证流程的话呢 第二天就可以拿到签证结果 那我们的普通签证呢 最多在英国待上六个月的时间 至于申请时间 您最早可以在出发之前三个月 开始申请签证 那如果说在签证办理期间 您需要使用自己的护照 可以交纳一小笔费用 然后呢把护照拿回去 但是请记得 在我们签发签证之前呢 您需要把护照送回来 这个服务太棒了 可以帮助我们来节省 拿到签证的时间 这真是一项非常便捷的服务 但是这个服务 它并不是由在中国 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大使馆 或领馆来负责运作的 实际上背后负责的呢 依然是英国的签证和移民局 那么所有的决定都是在英国这边来完成的 我们会在当地提供签证申请中心 处理一些具体事务 但是最后决定发不发签证 依然是英国这边来做出决定的 所以大家并不需要说 我要去到大使馆 或者去到某一地的领馆来提交申请 最后Sara 你有没有一些 就是给到去英国旅游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建议 比如像我预留了15天的年假 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 哎呀 其实之前一直都是我在给出这样或那样的小建议了 英国可以给到大家非常丰富多彩的体验 而且如果感兴趣呢 你也可以收集到很多关于英国的信息 总而言之 要去到英国 绝对不是一件难事 你可以去那边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 那我也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去英国看一看 不管您选择跟团游或者是自由行都很棒 那在设计旅途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考虑您个人的兴趣点是什么 您最热爱的是什么 您的英国之行最想要体验的是什么 这才是最关键的信息 其实去到英国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说一些什么才能去了解英国 也并不是说一定要见到皇室才是体会到了英国 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喝一杯威士忌 或者是要吃鱼和薯条 才是体会了英国风味 其实只要去到了英国 你会感受到它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元的国家 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丰富多彩的体验 但是之前呢 要做一些小功课 知道自己最需要 最想要体验的是什么 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定制英国之旅 才能带来最美好的体验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更多有关英国的信息 我知道你们有你们自己的一个渠道 一直会在上面去做一些推广 和分享一些最新的信息 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你们的一些官方渠道吗 对 你说得非常对 我们在中国也开通了微博和微信账号 那你可以从上面了解更多关于英国的信息 这个渠道呢 是覆盖了整个中国的 那你也可以去到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 社交媒体账号啊 这也是我工作的机构 总而言之啊 我们会尽全力分享各种大家感兴趣的信息 所有的这些信息呢 都会放在公开平台上 以大家分享 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信息源 比如说你可以从朋友那里获得很多建议啊 我觉得口口相传 可能是你了解英国最好的方式之一了 你之前不也在朋友那里得到了很多信息吗 我注意到其实Sara自己有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去放一些照片和说中文的视频 我非常期待你可以放更多的关于你在中国的一些内容的分享 是的 我也开通了自己的微博账号 名字就叫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那在这个账号上面呢 我会发布一些帖子 这些帖子不见得是跟英国相关的 更多是关于我在中国的发现之旅 比如说描述一下我看农州的经历啊 还有我吃中国鸡脚的感受啊 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做我的粉丝呀 我会关注你的账号的 好的 也非常感谢Sara跟我的这个对谈 我非常高兴和你交流 然后我必须要说 你提到的很多的信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信息 也提供了很多信息的增量和新的思路 这次对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收获 非常好 那今天有机会见到你Summer 我觉得是特别美好的一段体验吧 那我觉得回过头来 我也希望从你这里了解更多在中国旅行的建议 谢谢您 我一定会的 非常感谢Sara 给到了我们关于英国旅游 英国文化 英国食物 英国的购物 以及英国留学 多维度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分享 我相信这一期特别制作的播客节目 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一个更加全面和丰富的视角 去理解多元的英国 再次感谢Sara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那这一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 本期播客节目 有津津乐道 制作播出 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在微信 微博 朋友圈 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 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 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金金乐道播客 天金的金 欢乐的乐 道路的道 在关注后 按提示操作 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